就是最近这个谈得如火如荼 将在10月23号面临罢免的 陈柏维的事情 因为最近的一些新闻 跟我们高雄有关 包括他10年前涉赌的案子 还有同样同年 涉赌那个是6月的事情 10年前6月 他涉赌是在6月25号 然后他撞人是在9月 对就相差三个月 那刚好也是发生在 我们高雄的凤山地区吧 所以雨萱是不是 对这件事情有一些了解 我现在整个谈给大家 讲陈柏维的案子好了 好不好 那陈柏维他的 我先从涉赌 因为陈柏维是先涉赌 后续在教室逃逸 那涉赌这个案子 是在100年的6月25号 那其实这个案子 其实警方已经跟监很久了 他是在凤山的叫做 皇冠皇宫的游艺场 娱乐也叫娱乐城 那皇冠皇宫娱乐城 当时是等于是南部地区最大 最豪华的 我看新闻其实是赤字上千万 然后里面的装潢是 可比赌成拉斯维加斯般的精致 豪气 然后甚至还有私人的包厢 那里面收出来的赌资 其实也都像基台查扣的 就有500多台 那警方其实是从99年7月 就已经洋装赌客 在这边搜证 就发现他其实有一些赌博的行为 大家要知道 其实电子游戏场有分两种 一种就是所谓的汤姆熊 汤姆熊其实是老少嫌疑的 那另外一种是限制级的电玩 就是可能比如说有一些 你去玩然后可以换东西 赌资赌金 那皇宫皇冠游戏场 其实就是限制级的电子游戏场 那警方因为发现他有赌博的行为 那赌博行为的定义 跟没有赌博定义 其实很好分别 就是有没有金钱的输赢 那就是赌博嘛 有金钱就赌博 所以他是在99年的7月份 警方就洋装赌客去搜证 一直到100年的6月25号的晚上9点5分 他就抓到了证人及客人 陈伯伟在进行赌博性电玩 在赌博性的电玩店 所以陈伯伟一直说他没有赌博 他只是去打快打旋风 可是其实我手上有另外一个资料 就是因为警方有查扣了500多个机台 那我把机台的名册 其实有稍微看过一遍 目前我是没有看到快打旋风 我有看到小玛丽 但是我没有看到快打旋风 所以他这个是说好吗 这是判决的资料这样 500多个机台里面 并没有查到快打旋风 可是陈伯伟说 他有时候去那边玩快打旋风 对 但是因为这是另外一个判决的资料 然后他起码那个资料里面 是没有快打旋风这个机台 而且老实说 因为他在凤山嘛 那其实我的选区在大辽 大辽跟凤山其实在隔壁 那其实就有大辽的乡亲 曾经去那个有娱乐城消费过的 来跟我讨论 然后是说其实以他们过去的经验 没有人会去那个地方玩快打旋风 他的记忆上也没有快打旋风这个机台 在有娱乐场 但是因为这个店已经关门了 我们没有办法求证 我们只能事后去求证 但是我们能够确定的就是陈伯伟说谎 他第一时间其实这个案子 其实我在他是左翼揭露的 其实我在前几天已经拿到资料了 那第一时间台北其实同步拿到资料 台北的记者有跑去问陈伯伟说 我可以 听说你有涉赌 他说这哪有涉赌 这个就像汤姆熊一样 去汤姆熊打电动哪叫涉赌 但是我就是翻开我们手上的判决的资料 就觉得陈伯伟真的是 其实你说了一个谎 你就要说了四个黄去源 其实我发现一下那个判决 我来念 判决其实讲得很清楚 他说证人及客人陈伯伟 在警方查证的时候就说 他当天玩的是 冰果星球电子游戏机 就所谓的冰果要连线的那种 他说连线就得分 比例是1比3 1千块你可以换3千分 他当天已经输了1千元 所以其实你把前后的证据套出来 就是第一个你在赌博的赌博性电玩的游乐场 你是客人 那我自然而然可以联想到你就所谓的赌客嘛 对不对 第二个就是因为你有输1千块 那其实赌博的定义就是有没有金钱的输赢 那你已经输1千块了 快打旋风据我了解 因为不好意思我可能 不知道是太过单纯了 我也没有玩过这些所谓的游戏 但是据我 我老公有玩过快打旋风 他说没有人在hold you can的时候会输1千块 那所以其实判决书就写的清清楚楚 你就是赌客 然后你就是有输1千块 那就是有赌啊 不然哪会有输赢 有输就是赌嘛 才会输1千块 而且这个判决好玩的是 因为其实很多的网友 我觉得大家都在讨论 每一个人都只输1千块 不是只有陈国伟 每一个人都只输1千块是什么意思 对 看不懂了 对所以大家就是在怀疑说 这个1千块是不是有什么猫腻 因为你是证人变客人 可是你有赌博的嫌疑 但是基本上你 为什么你会从赌客变成证人 然后你又都输1千块 那当然过去的事情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去追究了 我们就从事后的判决去找 这些奇怪的猫腻 所以我觉得陈柏惟 你就是好像老实说嘛 你的好朋友 王浩宇不是也 第一时间就觉得说 判决都已经写了 你就老实说啊 年轻时候赌不代表老的时候你就是不对嘛 但是这个案子的重点是哪里 重点是陈柏惟你说谎 你说谎你还牵托给汤姆熊 我觉得汤姆熊真的很倒霉 汤姆熊做了什么事情 莫名其妙被赖上 不是啊 他就说他只是去汤姆熊打电动啊 他说他今天还讲说 不是去汤姆熊就代表没有赌博 可是说实在的你明明知道 你当年就是去一个 会被检察官指挥侦办而查气的 赌博性电玩的娱乐城嘛 你为什么还要把这个已经 就是因为他有查获赌博的行为 他才被关闭嘛 基本上 被勒论停业嘛 基本上他到了那种地方 即便他没有玩 他也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 因为旁边都在那边叮叮叮叮 全币带币这样子 他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 他26岁也不是完全愚昧无知嘛 所以他这个东西还要变 他跟一般的26岁不一样 他比较不成熟 哦真的啊 玩熟玩熟 对啊他说的啊 所以这个事情实在是太奇怪了 就我说实话 其实很多人对一些事情有好奇心 我前两天才跟大家讲过 我说我以前有一段时间 我好想去台中金钱报看看 就是会有好奇心 听说家可以去了 因为可以看KTV 看KTV这样 就是人都会有那个好奇心 就哎 为什么那个地方那么吸引人 那不一定是我们要违法 但是我们可能有那个好奇心 那像他如果是因为好奇心的话 他去了 不小心这个玩了一下 我觉得也没什么啊 因为年轻人有时候就是好奇 没有什么恶意 而且 承认也没有关系啊 另外一件事更可以说明 他是睁眼说瞎话 过去呢 他那时候春风得意的时候 他接受了就是以前的那个 主持人叫陈雅玲的专访 在一电视播的专访 他就讲了 他说他自己的儿时生活 他爸爸做的就是地下经济 也就是赌场的场主 所以他其实从小就在赌场中生活 他过去是引以为傲 把他当作说 他自己的生活可能就是 见了很多的世面 所以造就他目前口才伶俐 然后呢 说谎可以不打草感 所以他应该没有晚熟 应该是特别早熟才对 对啊 所以你看嘛 你一般人会特别早熟 你又说你26岁不成熟 然后你又把明明就是 那个是因为有赌博性电话 而被查封的娱乐层 你把他比做汤姆熊 我觉得汤姆熊的老板 真的很倒霉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陈雅玲 你就不要再说谎 因为我个人是听说啦 他其实很多过去的黑历史 其实会一个一个被揭发 那我只觉得你平时不做亏心事 半夜不怕鬼敲门 我们今天所讲的 其实就是翻开你的判决 而且你现在说大家在对你追杀 我想请问一下 你当时对韩市长 你是怎么样的攻击 他带着一群人披麻袋 笑撒银子 撒银子 在高雄市议会门口 说要接韩市长下班 他在网路上怎么样跟我嗆瞎 他说这把火你玩不玩得起 啊对我记得这件事 只因为我看不惯 你在大港开场上面 带着年轻人撕裂族群 挑动两岸的情绪 带领大家说 让我的女儿在看直播都问我说 什么叫做 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是非对错 你不要着视惊悲 你过去是怎么嚣张的 当然还记得他嚣张的嘴脸吗 我要一打三十五个 江主席那几只猪 结果后来死小时候就尴尬了 叫香港人来当兵 说选民是猕猴 把疫苗比做瞎子 买口脏话 把疫苗当秀场 他不只是说别人是那个什么猕猴而已 他说自己是狮子耶 对啊 那我觉得狮子也很倒霉啊 然后他又说他自己是凤梨 是台湾凤梨 还说自己是台湾 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们同意你代表台湾了 傻眼 对啊 然后你要做秀 你就讲台语 然后你出来哭 说大家要支持我 讲国语啊 这不是很奇怪吗 你双标到了一个极致耶 所以我觉得你的嘴脸 你的双重标准 你的谎言 你的人品 其实透过一点串的事件都可以来检视这个人 所以其实你把这个叫做攻击吗 我只是觉得那就是过去你是怎么样对人家 你怎么样 像我我就举例我自己你怎样 你怎样嘲讽我的 你说我是季安媚 我没关系 外表不是我可以选择的 但是我认为我只很认真在做我高雄市医员在做的事情 我的家庭教育背景跟我的信念就是我不容许政府花公堂去做这样子的演唱会 来撕裂族群 来诋毁一个直辖市的市长 说他的人像生殖器 叫台北市医员来捅高雄人的屁股 把内裤戴头上 那个是超恶心的 把肛门插筷子 我的家庭没有办法容认 所以我提出咨询嘛 结果我是怎么样被恐吓被恶意攻击 我的家人怎么样被威胁 你知道当时的网友是在我女儿的学校门口发定位告诉我说 叫我要注意 你知道那种真为妈妈的恐惧吗 那你现在对比你现在 你说这个叫做全党欺负你 我们只是用你检视韩国瑜的十分之一来检视你啊 我再念一下肇事逃逸的判决书给大家 大家看大家听 这真的是很恶劣你知道吗 这都是判决 他的犯罪事实 陈柏惟在9月29 然后呢 因书护卫助益而撞到一个白先生 他是老先生已经70岁了 他上午6点35分造成对方炉内受伤 硬脑膜下枪出血 然后他明知智人受伤应及时救护 竟为报案也未直接将白先生送医救助 也没有停留在现场等候警方来处理 所以肇事逃逸 驾驶自小客车逃离现场 一直到12个多小时之后 警方调阅入口的监视器通知陈柏惟 他才到案 然后现在你激进党大喇喇的说 陈柏惟没酒驾 那是因为酒驾8小时就已经 成体的行程代谢就代谢完了 就是其实酒驾你要测到 你是当场要测 不然人体是会去代谢的 而且每个人代谢能力不一样 有人很快就代谢完了 所以基本上你隔了十几小时 几小时之后再去测 其实那个量都不一样 都不准了 更可恶的是民进党把它洗成一个励志的故事 他说他因为经济辛苦 所以要兼两份工 所以太累了 所以肇事逃逸 你把一个人撞到脑震荡 如下出血 你告诉我你不知道 结果就被抓出来 6月份你赌博 所以我都很想问陈柏惟 我把这个案子 我把这个时间走给大家看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6月25号查获赌客陈柏惟 9月29号陈柏惟肇事逃逸 就差三个月 边广挥挥 输而不漏 陈柏惟大立委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过去你们激进党在高雄 怎么样霸凌韩市长 怎么样霸凌我们这些民意代表 只要是不顺你们的意 你们的激进党 马上群起围攻 嘲讽 揶揄 人格毁灭 甚至从外表去做文章 今天 这个 这根本就是你们 诋毁他人的十分之一 结果你现在说 大家你受到多少的压力 我真的觉得 懂不懂什么叫做理义廉耻啊 我看你不懂什么时候 所以你要做什么 那是没有什么 是的 我们还是做什么